主席官员大家早 那个主席请一样请副秘书长 副秘书长 委员好 这个副秘书长早 这个刚刚两位委员讲到行政院的沟通 这个难怪啦 因为一个政府你要去依靠人质 事实上是不恰当的 制度的建立事实上是比较重要的 不然的话再好的人才 送进去行政院或送进去现在的 整个体制里面也是当炮灰 也莫怪乎本党会对这个行政院长 陈冲会提出不信任案 要求他要下台 这个部分我相信陈冲 他应该要点滴在心头 那本席其实在这边 要就教于副秘书长 刚刚其实廖正经委员有提到 现在行政组织改造 在我们在组织改造的过程里面 为什么这么多的主改的过程 这么多的部会 有很多的权责的部分 我们都期盼他能够做到精实精简 甚至能够去符合人民的期待 行政院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在主改的过程 完全没有看到任何一位政务委员 出来沟通 如果本席跟其他的在场的委员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本委员会后来在国家发展委员会 事实上是大胆的争列 把国家发展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希望能够要求由政务委员来兼任 副秘书长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弄到 我们委员会在主改的过程 对于类似这种跨部会协调的 这个职务的这些主任委员 都希望要由主任委员来兼任 本席自己也身负本党的原住民的支持者 也希望也要求 连原住民组织法 原住民委员会的组织法主委 也认为说 他在抢资源的过程里面 根本没有办法做到跨部会协调 政委的角色也不见了 干脆也建议本席 直接在原住民委员会组织法里面 主任委员也是由政务委员来兼任好了 到底现在行政院的政务委员在做什么 他到底有没有做到沟通的责任呢 副民事长 我想我们行政院政务委员的一个 主要的责任 我想跟委员报告一下 我们这个每一位政务委员 他有分配自己的一个夜馆的一个 部会 然后负责他们送上来的法案的跨部会协调的 这个部分 那么就换句话说 这个委员假如负责的是教育文化的部分 那么教育文化理论 他的法案有牵涉到其他部会 或牵涉到财政主计的这个部分的话 那他这个委员就要负责审查这个法案 邀请其他各部会一起来 就这个法案来做一个讨论 或者就这个计划案来做一个讨论 那现在他政务委员的主要的一个工作 那各自的政务委员对于他对应 所谓的组织改造他都不用管了吗 就授权给各部会自己去协商协调 行政院的角色不见了耶 组织改造是何其重要 连本席都不是执政党的委员 都认为组织改造很重要 要趁着现在组织改造 把政府的制度建立啊 才不会搞得人质啊 我刚刚有本席有讲过 不然再好的人才进到行政院里面 真的都是当炮灰啊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那组改这个案子 主要是由行政院研考会这边来负责 然后当然牵涉到人事的部分 由人事总处负责 那在院里面整个督导的系统 它是一个有一个组改小组 那这个组改的小组的召集人是副院长 所以事实上是几位政务委员 并不参与这个组改的业务 主要组改业务是由副院长 督导研考会 那请问一下行政院对于现在目前组织改造 掌握的状况怎么样 我刚刚本席有讲到 你知道本委员会对于国发会就认为 不够干脆给他跨部会政委兼任 复庙你知道这件事吗 我这边的话我个人的话 我是有看到那个会议记录 那你的意见呢 还有针对其他的委员会 干脆本席也建议 因为本席看到连原明会主委都要政委来兼任 干脆本席也建议客委会也是政委来兼任 所有的委员会都由政委来兼任 那请问一下 那到底现在我们的主改 到底是期待把组织改造带到什么样的方向 我们现在法律上明定的由政委员兼任的就是原来是只有公共工程委员会 当然公共工程委员会在这个主改以后已经不存在了 那所以现在并没有这个政务委员在兼任这个一定法定上兼任这个部会首长的一个部分 那我想在主改部分刚才委员的意见呢我们回去我们会再跟原考委员好好推荐 麻烦一下好不好政务委员不要放假 现在各个部会的组织调整的时候他有各自对应色发类金件类工程类等个科技类的部分 还是自己要就责吧自己还是针对一些所涉及到部会的业务的组织主改还是要盯着吧 上一次那个科技部在本委会审查的时候科技部事实上争议也很大 结果也没有科技政委来嘛 那我的意思是说到底政委他本身对于他现在所扮演的角色的认知 还是认为以后组织改造他不一定当政委所以不用关心呢 我也跟委员报告就刚才提到这个科技部的部分 那我们这个科技政委那个我们的这个委员 我就是张善政委员他就是非常关心 他也把我们每天的各位委员的那个发表的意见了 他详细的都在做研读他也针对这个部分了 在讨论过程他是充分的了解 所以副民长本席是在这里啊 这个国民党的内部党政平台不关我们的事 但是针对组织改造的部分真的本席看到的是 部会到行政院层次是有断层是有落差的 我刚刚还是强调组织改造是我们政府 我们今天我们国家何等重要之事 你行政院组织法先过了 结果留了一堆的部会的组织法没有过 你行政院不能把它放着就不管啊 让剩下的部会自己去协调自己去挤破头 放到我们本委委会去各自去协商协调 最后拼凑出来的四不像 你行政院应该要去沟通 然后甚至去协调 有毕业调整的重新再来调整嘛 行政院的角色态度不见了嘛 是不是回去把这个意见带回去 不要把这个整个主改 不然的话本委会在这里 因为各方意见不一样 再继续延宕 我看行政院主改到什么时候才能完成 可以吗 可以我想这部分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一定会把这个 希望下一次主改的时候 看得到行政院扮演的角色 好不好 好 好 好